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为金华城闭案 早挤压禁件 全出又有重大突破 中看爆料 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的心腹 朱雅虎不仅认罪 还供出了2020年 柯文哲彭震生和沈庆金 在市长市敲金华城容积率 从392%增加到560% 双方密会达成共事后 沈庆金随即交代朱雅虎 找7位威京集团的员工 2020年3月以假政治现金 征贿款的方式 每个人捐30万 到民众党一共捐了210万元 入账后隔天台北市独发局 及韩副进华城 我再强调一次 如果每一天写的周刊 或者是他的科幻小说的内容 我们都要回应的话 我们没有时间 民众党对于周刊爆料 统统不回应 但未传210万元入账民众党后 朱雅虎告诉李文宗 小沈很小气 既然210好了 感谢560 李文宗还回复谢谢将军 而这段话也被视为 是柯文哲收费的铁证 当时谢谢朱将军的李文宗 其实是捷运公司的董事长 李文宗那时候最重要的责任 应该是把捷运管好吧 怎么会去管金华城的 560 840 或者是210 全部都是数字 干他什么事啊 所以是不是柯文哲 其实就是把自己的同学 安排在捷运公司担任董事长 但实质上 他真正的工作 不是管理捷运 而是在帮忙柯文哲打理政商关系 简淑培直言李文宗毫无专业 甚至到达678 所谓12万允建楼地板面积的保障 2020年之后 基本上已经不再谈 392到560这件事 已经是在谈 560以上更高的 所以今天周刊的爆料 很显然的把时序 跟里面发生的大事迹 通通乱凑一通 我觉得这样对于 案情的厘清没有帮助 职业隆几率 560%早在2017年就确定的事情 时序有错误 随着爆料越来越多 进化成弊案热度也越来越高 您喜欢综合报道